以萧锦鱼的本事 现在一定已经从你母亲关中的遗物 推断出了你父母的身份 你们之间有血海深仇 你现在要是回去 只可能会被当作反贼拿下 或者他为了替父亲报仇 盛怒之下 会立刻杀了你 楚楚 你别害怕 其实我是想救你 我是不会伤害你的 我带你来这儿就是想要保护你 你别过来 你刚才不是问我 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我告诉你 这里是你母亲曾经的家 我母亲 问完了吧 那我问你了啊 这个簪子 你怎么知道是许如归故意留给你的 而不是楚楚不小心掉的 从现场的车辙和足迹中能看出 有两伙人 离开是两个方向 这簪子 是从其中一处发现的 他知道 我一定会派人 将整个巷子翻个底朝天 他就故意将这簪子 盖在一个破罗下面 这个簪子 昨日才交到楚楚手上 他既然知道这簪子的来历 必定是旧时 与楚楚的生父生母有渊源 许如归 故意将这簪子留给我 必定有他的目的 弄清他的目的 就能知道他图什么 知道他图什么 他的行动就有迹可循 兴许 就能知道他把楚楚带去了什么地方 木铁 簪子 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从这堆东西里面 看出了点名堂 这衣服 是地道的鼠绣 而且不是寻常绣娘的手艺 这是官家绣坊的东西 这可不是普通百姓能买得到的 还有这支簪子 类似的是样 我娘有大半箱 据说在十几二十年前 大户人家的小姐和夫人 都争相佩戴 不过越是风靡的东西 就越容易过时 那阵风过去以后 就都成压箱底的东西了 这所有的衣裳首饰里面 也就是发饰上有些别致的东西 她戴这个应该是 为了面子不得不戴的 面子 你母亲是公主 所以她的一硬衣着打扮 都有皇家的规矩 她不用考虑这些 但是你不知道的是 所有高门大户的夫人和小姐 她们平日里吃什么 用什么穿什么 可都不是由她们自己的喜好决定的 就比方说吧 这个簪子 如果是在她正当流行的时候 三品尚书的夫人带了这种簪子 五品御食的夫人也带了这种簪子 那四品官家的夫人 与她们一起吃 若没带这种簪子 就会受到嘲讽 连同她家大人的面子也会受损 能用得起官家绣坊的手绣料子 还得为了面子 不得不拘着自己 这么看来 她很有可能是建南道一带 地方官员的妻子 不过 应该也不像是周府 县衙这样的地方官员 要比这些官员 面子还要再大一些 官家绣坊 才会上这样橙色的孝敬 这更像是 建南节度士 你认识我娘 当然 你母亲是官领县 许家家主许宗芳的妹妹 归名换作一厢 家中杭三 十八岁那年 嫁给了一个叫云义的小五官 这个小五官也算争气 一路靠着军功 居然做到了建南节度士 陈英最得力的副将 太和八年 她却随着陈英举兵造反 还杀害了告发他们罪行的御史萧衡 也就是西平公主的驸马 萧锦于兄弟俩的父亲 当时天子震怒 朝廷派重兵尽数剿灭了他们 谋反是十恶不赦的大罪 按律他们的妻儿应当一律被处死 可是那个时候 你母亲已经怀了你 她为了生下你 于是连夜逃走 当年西南一带 出过的足以灭掉满门的灾祸 最有可能的 就是那场建南节度士叛乱 看来楚楚的亲生父亲 很有可能就是建南节度士手下 而此事许如归早已知晓了 如果说楚楚的生父 真的是建南节度士陈英一党的人 逆党以后按律当产 他会不会害 许如归故意留下这簪子给我 应该就是想引我猜测 楚楚是畏罪潜逃 猜测这场鲁劫 是楚楚一手安排的脱身之计 我若真按这个方向查下去 才真是要把楚楚逼上绝路 不可能 你胡说 我爹不会是反贼 我爹不会杀害王爷的爹 你才是罪犯 你说的一个字我都不会相信 今日开关验尸 是萧锦渝的主意吧 我就知道 萧锦渝此行西南的目的 就是要调查他父亲的下落 他从长安遇见你时 便一直在怀疑你 监视你 调查你 还想方设法博得你的信任 是因为他还要利用你 找到他父亲的下落 他自从见到你之后 就一直很在意你身上的那块石头坠子吧 我知道那是他爹的东西 他已经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都告诉我了 你现在还不明白吗 你现在已经对他 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以萧锦渝的本事 现在一定已经从你母亲关中的遗物 推断出了你父母的身份 你们之间有血海深仇 你现在要是回去 只可能会被当作反贼拿下 或者他为了替父亲报仇 盛怒之下 会立刻杀了你 王爷不会这样的 我才不会信你的鬼话 有没有人啊 开开门啊 萧锦渝这种人 常年和泛人打交道 遇事都会往最坏的地方想 只要他发现你父母的身份 一定会怀疑你畏罪潜逃 甚至会怀疑 这是你自己安排的脱身之计 但这个许如归他图什么呀 许如归抓楚楚 必是与我父亲的事情有关 所以他设下此局 用簪子引我怀疑 楚楚是畏罪潜逃 我若是上当必会担心 我父亲的事情被泄露 如此一来既要查楚楚 又要找父亲的下落 难免就会顾此失彼 也必然会闹出不小的动静 他便可以以此来蒙蔽楚楚 让楚楚觉得走投无路 转而投靠于他 依赖他的庇护 最终所图 就是从楚楚口中 问出关于我父亲的线索 这许如归把这事想得 也太简单了吧 如归楼的案子 是楚楚亲手验的 还有信借处那场截杀 这许如归是个什么样的人 楚楚心里最清楚了 就算楚楚的生父是反贼 那从他嘴巴里说出来 楚楚一个字都不会相信的 你就是说破了天 我也不会信的 王爷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我没有做的事情 他绝不会冤枉我 不管你抓我来做什么 我都不会听你的 我什么都不会告诉你 什么都不会替你做 我知道 在你心中我是个恶人 今日我得知 他已哄骗你开了你母亲的关 情急之下不得已我才出此下策 楚楚 我只是想救你而已 我虽然没有王爷那么聪明 但我也不傻 我是官府的武作 你是在逃的杀人犯 我跟你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 你为什么要救我 这些事 许如归应该都知道 他手上一定还有筹码 胜过楚楚对我信任的筹码 可能嘛 只有一种信任天然存在 无需条件并且不可破的 有这种信任吗 是清缘关系决定的与生俱来的那种信任 你母亲是我的亲妹妹 你 你是许宗芳 我是你的亲舅舅啊 不可能 你一定是跟踪我了 你一定是听我们说什么了 我不会上你的当 我才没有你这样的亲舅舅 楚楚亲身父母身份的事 不得对任何人提起 好